0403地震以来花莲市公所接获来自日本各界的捐款 累积达到了2547万多的日元 花莲市公所即日起展开了发放作业 针对花莲市洪黄单户的所有权人发放现金 市长吴嘉燕特别到场来关心发放情形 他也提醒房屋所有权人 在11月29号之前要前往市公所完成领取 师傅你觉得今天能够发这笔钱感觉怎么样 拿到现金红包地震受灾民众感到非常开心 这是花莲市公所将0403地震以来 接获来自日本各界捐款2547万多日元 汇整之后发放给红黄单户的房屋所有权人 在上个月底的时候有办理我们的三款的一个发放 那主要是来自我们日本所有的一个上款的一个捐赠到我们慈爱基金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没有对外募款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将这笔爱心发放给我们所有的受灾的灾民 那在我们昨天就开始在做一个发放了 那有所有的相关讯息那也会请公告在我们的网路上 也希望说我们受灾的这几户的主委 那一定要跟我们所有受灾的灾户跟大家做一个通知 那主要是我们发放的是所有权人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红单户的话是5000元 那黄单户的话是3000元 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来做一个领取的 这次发放对象是花莲市红黄单户的所有权人 由各大楼管委会通知屋主前来领取 好那这一支花莲市公所将慈爱基金的日方捐款 发给花莲市地震红黄单的收宅户 那这次的发放对象是以所有权人为主 那因为之前其他的中央政府和县府的生活辅助费 都是以居住在那边的收宅户 那花莲市公所弥补了不足的部分 针对所有权人的部分来做发放 那请符合资格的民众 携带您的身份证印章 还有建物所有权状 那如果你没有所有权状的话 那可以自地震事务所申请 就是地级腾本也可以 那自领取的地点 那因为这次发放的对象有将近2000户 所以我们有做一个分流 那在第二联合理理办公处 其华莲市客家事务所 和华莲市公所三个地点来做发放 那依您所受灾的地址大楼不同 中国也会通知您自各相关的地点领取 那如果您上班或者是工作的时间 没有办法到这些地点领取的 在11月底之前 都可以到华莲市公所 社劳客9号柜台来做申请 市长魏家健强调 这不仅是金钱上的支持 更是来自友邦的温暖心意 也期盼可以为受灾民众生活 带来实质上的帮助 同时也提醒房屋所有权人 11月29号之前 要到华莲市公所 社劳客9号柜台来领取 介络会幻市报道